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从过去到现在 总机查词报告提成国会之后 会再由公帐会负责召开听证会 并且传召证人 那从来都没有搬到议会厅里头去讨论过的 但是今天国会是破天荒 第一次辩论2021年总机查词报告 不过针对是不是要提成 并且辩论总机查词报告的这件事 朝野议员今早在国会上午阶段 就吵了将近一个小时 差点就要把国会的屋顶给吵翻了 在野党议员认为说 国会从来都没有辩论总机查报告的传统 认为这是一项浪费时间的动议 而政府更应该要做的是 把时间花在提成更多的法案上 国盟国会党编打击邮顶也提醒 在国会辩论总机查词报告 可能违反了宪法 因为根据联邦宪法 总机查词报告需要先提成给国家元首 之后才提交到国会 那至于执政党议员方面 他们则是嘲讽 在野党他们拒绝辩论总机查词报告 那是因为他们害怕 报告揭发国盟政府 在疫情紧急状态期间的采购披露 无论如何下院议长佐哈里 最后在听取了朝野各方的意见之后 还是敲定在午休之后辩论总机查词报告 他表示过去这些报告都只是摆在国会议员的桌子上 人民也不知道政府是否有对总机查词报告的调查 采取后续行动 因此如果国会要进行改革 那么就需要在议会厅里头辩论这些报告 在国盟国会党边达基尤丁的号召之下 在野党议员全体起立 一致表达只提成不辩论总机查词报告的立场 这引起执政党议员不满叫嚣 他们认为反对党是因为害怕 才不敢辩论总机查词报告 朝野议员吵得不可开交 最后由下议院议长佐哈利出马 才平息了这场将近一个小时的闹剧 佐哈利最终敲定 国会将会打破传统 在午休结束之后 提成及辩论总机查词报告 针对议长做出的决定 达基尤丁随后拉队到国会走廊召开记者会 他表示这项决定非常不理智 因为过去国会都没有辩论总机查词报告的传统 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一次要打破先例 然而到了下午两点半 国会复会准备提成和辩论总机查词报告 但是在野党的座位却空无一人 反对党议员集体缺席辩论环节